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如果你是一个资深蚕蚀官 那么你一定已经发现了 喵心人姓本萌 他的萌物开关就在后脖颈 不仅仅是小奶猫 就连凶猛的母老虎 只要你死掉抓住他的后脖颈肉 他也会一秒变乖 除了用手抓 用夹子也有同样的效果 比如这一只包科杀手 接着医生再取下活跃夹 大白猫立刻就复活了 赶紧逃跑 再比如在这个视频当中 一只小猫爬上了纱窗 主人把它撸下来 小猫还有点不乖 然后主人拿出一个晾衣服的夹子 一把夹上去 猫咪立刻倒地了 再夹牢一点 猫咪就一动不动了 然后松开夹子的那一刻 小猫又立刻复活了 这些视频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猫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现象 这究竟是什么原理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神奇现象背后的故事 时间回到1831年 圣诞节的前几天 在普驰毛吃的一间酒吧里面 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正在把妹 小伙跟妹子讲 你要是想让一只喵心人变乖 那就抓住他的后脖颈 阴起来 最好再左右摇晃一下 他就会立马变得很猛 妹子有点尴尬 老梁来这可是想听一个威猛的水手故事 你这个小白鸟竟然跟老梁讲一只猫 还好这个小伙是贵族出身 要不然妹子早就翻脸了 那个时代可是一个英国水手征服世界的时代 用飘信任把妹 结果可想而知 小伙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大聊实在有点持续不下去了 突然一个威猛的水手把酒杯砸在两人中间 小伙灰溜溜的跑出了酒吧 深吸一口气 他决定了明天就去当水手 出海环游世界一定要带回一个无比威猛的故事 第二天 小伙凭借着自己的贵族身份登上了一艘探险船 成为了船长助理 这艘船就叫做小猎犬号 而这个小伙正是达尔文 果然 五年以后达尔文回到了英国 他带回来的故事 威猛无比 一直到今天都还很呛口 因为达尔文说 妹子你是猴子变的 这个故事后来被研究者从达尔文的书信当中发现了 达尔文可能是第一个正式进入这个现象的学者 达尔文后来又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章当中就描述了猫的半驯化状态 他认为 他们一旦离开人类会立刻野化 同时达尔文也提到了 猫的这一现象可能与强植控制有关 强植控制 中文俗称 装死 在动物界当中从昆虫到鱼类再到不弱动物和鸟类 强植控制的现象非常普遍 最经典的有两种动物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鲨鱼这么凶残的动物也会装死吗 当然会 因为装死是一切生物的最后必杀机 不成功变成人 在巴哈玛的拿烧岛上 有一个潜水教练 叫做尼尔哈维 凶猛的鲨鱼在它面前会变成一只温顺的小狗 它被当地人叫做训杀大师 它控制鲨鱼的技巧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用金属手套抚摸鲨鱼 让鲨鱼变得温顺 鲨鱼头上有很多叫做劳伦式胡腹的结构 这是一些能够感应电厂的特殊器官 传说中 鲨鱼能够闻到几公里以外的血腥味 一滴血就能让鲨鱼发疯 这都是因为这个劳伦式胡腹在工作 如果用金属手套抚摸鲨鱼的劳伦式胡腹 就相当于干扰了鲨鱼的神经 能让它进入一种平静状态 当然 这种触摸的手法 是哈维经过无数次试错 用血淋淋的教训总结出来的 完全是个凭感觉的危险活 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如果是一头比较小的鲨鱼 哈维还有第二个拼你手段 那就是直接让鲨鱼被强制控制 进入一种突然的装死状态 手法很简单 就这样像拿手枪一样 把鲨鱼的背棋和尾棋抓住 给它翻个个儿 一旦肚皮朝上 鲨鱼就会开始装死 变得非常温顺 旅游网站上显示 和哈维一起出海 喂鲨鱼 撸鱼 是一个合法的旅游项目 费用大概是3000美金一次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敢去尝试一下 北美洲有一种象老鼠 但不是老鼠的神奇生物 叫做富鼠 弗吉尼亚尤其多 它没有像穿山甲一样的盔甲 也没有像刺猬一样的尖刺 更不会像放屁虫一样 喷射100度的高温子弹 但是它就敢和上面这些动物一样 看见捕食者来了 跑都不跑 架起它的防御武器 正面开战 那它究竟要怎么对付捕食者了 难道真的像冰河诗迹里面一样 靠嘴炮神功吗 而且这个副鼠还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它是有袋类 和袋鼠类似 它如果生了一窝小孩 那还得每天把小孩背在身上到处扭打 这也就是它附属名字的由来 实在想不通 就这样一个有买有送的移动ATM 是怎么生存到今天的 说出来我自己都有点不信 它的防御武器竟然是装死 科学家说 北美的捕食者有个癖好 那就是喜欢新鲜的食物 最近死掉的猎物一点食欲都没有 副鼠就是把装死神功 垫到炉火纯青的生物 当副鼠遇到敌人的时候 它会先迷惑敌人 用和老鼠一样的策略 左拐右肠假装去逃跑 然后呢 当捕食者就要追到它的时候 它会突然开启装死模式 瞳孔患散伸出舌头 直挺挺的倒下去 就连体温也跟着下降了 还会配合癫痫口吐摆末 再加上盘点的痛苦表性 捕食者会立刻丧失了食欲 如果碰到一个恶疯的家伙非得吃 那这个时候呢 副鼠还会放出一种奇臭的屁 吃那种比飞鱼罐头还要上头的腐臭味 到了这份上 但凡那个捕食者还没有疯 都会觉得 这家伙吃下去怕不是有毒吧 然后就放弃了捕食 等捕食者离开以后 副鼠会从装死状态当中恢复过来 抖抖身上的土悠闲地继续溜达 副鼠的体温很低 所以它并不会像老鼠一样传播各种疾病 反而对狂犬病病毒有杀灭的能力 所以虽然副鼠在城市里和老鼠一样吃垃圾 但是它们很干净 你想到了什么 没错 副鼠是弗吉尼亚的传统美食 很多动物身上都有装死开关 比如你让鸡看一条直线 或者一根棒子 10到20秒以后 鸡就会进入一种神奇的装死状态 这招对鸽子和鸟也管用 为什么科学家说 这可能是因为直线或者是棒子会诱导鸟类 把目光聚集起来 关注一点 这样它们就会感到某种来自祖先的深度恐惧 然后进入装死状态 具体的原因目前还没有研究得非常清楚 再比如鳄鱼和鲨鱼一样 被强行翻过来以后 也会进入装死状态 装死界还有一个明星 叫做青蛙 如果它被强光照射 会立刻进入装死状态 大家是不是也用这招抓过很多青蛙了 言归正传 猫被拎起后脖颈 这也是一个装死开关吗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大尔文当年都搞不太准 再说这个问题重要吗 考试又不考 怕是一百年都不会有人去研究它了吧 但是美国有一个博士 他还真跟这个问题较上劲儿了 他叫做托尼·布芬顿 受医学教授 托尼做过一个怪咖实验 他找了31只喵心人 5只雄性 8只雌性 组成第一组 年龄在5岁以内 还有11只雄性和7只雌性 组成第二组 年龄在10岁以内 看看他们分别被夹住后脖颈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夹住后脖颈是装死开关 那么年龄性别对喵心人的影响应该不大 如果反应与年龄性别有相关性 那么可以证明这并不是一个装死开关 然后托尼把夹着力度调到均匀的140毫米拱住 第一组 5岁组当中 13只猫 12只有反应 第二组 10岁组当中 所有的猫都有反应 看来 这的确是一个与性别年龄无关的装死开关 但是还是不对啊 猫被夹起来以后 并没有瞳孔涣散体温下降心跳减慢这种典型的装死症状 反而有些猫会发出很享受的哼击声 难道这真的跟卫斯里讲的那个笑话一样 说是某天有一个外星人坐着UFO来到地球 他准备把自己变成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生物 结果很不巧 他降落的地方叫做古埃及 更不巧的是了 他正好看见一大帮埃及人正在击败一只猫 于是外星人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只猫猫天天被撸 彻底失去了外星人的尊严 但他也只能用享受的哼击声一边隐藏自己 一边向宇宙的伸出求救 过了一个月以后 托尼还是用这31只猫重复这个实验 他发现随着时间的退役 那些年龄比较大的猫对夹子的反应会变得越来越弱 到了第三个月 只有大约三分之二的猫对夹子还有明显的反应 而且他们的年龄普遍偏小 另外三分之一的猫已经不会有反应了 最后托尼得出结论 猫的这个反应并不是装饰开关 而是一种应激反应 来源于进化 我们接着看 托尼认为这可能与捕猫搬运小猫有关 在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当中 那些被妈妈咬住后脖颈还疯狂乱动的小猫 早就全部摔死了 自然选择只让那些拥有 妈妈咬住后脖颈就要变乖 这个基因基因的小猫存活了下来 想象一下 在野外被捕食者袭击 或者遇到了自然灾害 妈妈咬住小猫赶紧逃跑的时候 那些乱动乱叫的小猫肯定都是活不下来的 所以现在所有猫的基因上都写了这样一条记忆 抓住后脖颈你就老实点 不管你是猛猫狮子还是母老虎 捕松打虎原来是偷袭 不讲武德 实验数据中还有一个现象 那就是第一次被咬住后脖颈 不管年龄性别都会做出反应 但随着频繁被咬 年龄大的猫会慢慢对反应减弱 这也符合小猫基因记忆更强 更需要强烈反应这个逻辑 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些外国科学家真是闲得可以啊 整天研究点啥呀 教人撸猫能赚到钱不? 话说脱离教授后来还真的根据自己的理论 设计了一款叫做科普洛瑟斯的撸猫神器 卖得相当好 科普洛瑟斯也就是夹子催眠的意思 当然大家完全可以在家用火焰夹 或者晾衣服的夹子就来尝试这个黑科技撸猫 但夹子的力度一定要掌握好 尤其是压力太强了 你就要做好被猫抓神功袭击的准备 另外托尼还从狐狸换凶老鼠 这些动物的身上找到了支持这个理论的依据 因为他发现但凡是不会抱幼崽的哺乳动物 大体上都有这种反应 然后问题又来了 人类也是哺乳动物 那人类身上是否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开关呢 找到人类开关的动物竟然是长臂猿 人类的婴儿会有极强的抓握反应 也就是当你碰到它的手心的时候 它会立刻死死地抓住这个东西 甚至能够本能地完成这种高难度的单杠动作 还有一个叫莫罗式反射的现象 也能看到这个开关 那就是当亲生儿受到惊吓 比如突然对他打叫一声 或者突然松开抱住他的手 他都会伸开双手往外去抓 或者双手合拢死胶地抱 这显然是为了赶紧抓住树枝或者抱紧妈妈 通常莫罗式反射的那一刻 小孩是不会哭的 甚至是正在哭受到莫罗式反应 他会立刻停止提哭 这也是躲避危险的本能 只有当他感觉到怀抱以后 他才会立刻打哭 这个反应一般到六个月以后 就会彻底消失 还有一个现象 很多妈妈应该也深有体会 那就是为什么坐着抱婴儿 他就会哭个不停 一定要站起来忧着他 他才会变乖了 这其实上 也是和小猫被咬猪后窝井 是一样的开关 为了论证这个说法 日本科学家还做过一个中二实验 实验人员将一些传感仪 固定到小婴儿的身上 当小婴儿哭闹的时候 就让他妈妈来抱他 抱的时候 一会儿坐着不动 一会儿站起来 悠着小宝宝慢慢走 看这两种状态 小宝宝的生理指标 有什么变化 结果实验数据显示 正在哭闹的婴儿 一旦被抱起来 悠着走 四肢动作会减少 哭闹声会立刻停止 心率也会大幅下降 而一旦妈妈坐下来抱着他 他会立刻开始哭 心率也会恢复 日本科学家解释 站起来抱着宝宝走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宝宝的本能在判断 自己遇到了危险 妈妈正在抱着他逃跑 自己要乖 而一旦停下来 他的本能判断是 终于逃脱魔灶了 刚刚真是吓死宝宝了 现在可以好好的哭一下了 科学家还说 这个本能反射 其实在成年人 甚至老年人身上都还存在 那就是 当你和你男朋友吵架 或者他特别不安的时候 你就像他妈一样 抱住他的头 再晃一晃 他会立刻变怪 你以为这是爱 事实上 这是来自 基因的命令 要是反过来 男性强温履性 那又是另外一个 生物课题了 有机会我们再专门说 但效果差不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最后 夫人说 特别期待 你说说 男性强温履性的生物原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